我这里呢还有就是我有一个这个小奈儿的这个化妆包 我小奈儿这个化妆包也是它是我这个是二手那时候买回来的 也是买回来的时候几乎是全新的 是很新很新的 也是在美国的 美国的有一个那个The RealReal网站 他们是专门是卖二手的那个包包 这个是也是在那二手网站买的 然后这个是小奈儿的这个化妆包 质量超好的 我从来不知道 赏奈儿的包包原来是可以有质量这么好的 就是质量就是那种硬皮的你知道吗 那种硬皮的 而且就是真的很抗臭那种皮的 质量非常非常好 而且我当时买回的时候 我想它这个应该是有一定年代的 但是却和新的一样 一点花痕都没有和新的是完全一样 我这包包买的这个化妆包买的非常很 是非常直 不好意思我穿着睡衣呢 因为今天今天比较忙就没有给大家拍视频 所以我就想到晚上的时候要给大家拍一个 觉得好像每天好像有哪一天漏掉不拍 好像全身都不舒服似的 这个包包里面放的我什么呢 全部都是一些小的sample 或者是说这是我的spare就是备用的化妆品 备用的化妆品 我得给大家看一下 所以我说我现在嘛 这就是购物狂的收集 所以我说现在我要是能把这些全部用完了 都能够我省很多很多钱的了 ok这里呢 这里有一个是sashido的 这个是隔离霜 这个是隔离霜 因为当时我就是想用想换新的隔离霜的时候呢 我就托朋友朋友介绍说这个sashido挺好的 我就托朋友买的 然后哪知道那个我那朋友去介绍 介绍了我这个韩国的这个隔离霜 我现在就先用这个 这个因为那个是美白的嘛 然后我这个就放在一边还没有用 他们介绍说蛮不错的 这个sashido的这个隔离霜 这是第一 然后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个 这个品牌的 就是我刚才说那个澳洲 澳洲organic品牌 就是纯天然品牌的那个手游 这个是那种手游 很幸福的是 当时我买的时候 因为我买了很买个手游 我还买了买了买了奶úsica 还买了一个什么来着 当时它就把这个赠送给我了 还蛮值的挺值的 因为他家的东西蛮贵的 你看一看 Brurch 它就它是纯天然的 纯天然的 所以应该是质量非常非常好的 然后剩下这个呢 这个呢我想很多人可能知道 这是日本的 也是天然保湿成分的这个手油 我特别喜欢手油 因为手很干 这是在日本买的 我还没有用 因为我现在用的是 上次我在我的包包里有什么的时候 我有给你看过 我用的是另外一种黄色的那个手油 是药材味很重的那个 我蛮喜欢那个 这个还没有用 但这个也是这个品牌 我想很多大家都看过这个品牌吧 这个品牌应该蛮popular的 OK还有什么呢 对这个是 这个就是当时我买这个 这个韩国这个什么 这个保湿系列里边呢 它有的这个不是赠品 但是其中的一款 这是也是water gel 这是眼妆的 这是给眼睛用的 眼睛用的 提拉眼睛的 这也是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通常是头一set 像小瓶的 我都还没有用呢 里边它也有这种小瓶 你看 它这是像类似赠送品这样的 这是lacone的 这是lacone的赠送品 这是lacone的 我也是买一套的 它有大瓶的嘛 然后旁边有赠送这种小瓶的 然后这个是这个啥 这个啥 这个是也是lacone的 是吧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 这是什么东西 我还真不知道这什么东西 这是lacone的 lacone的也是 这个是应该是睫毛膏 就是小小的睫毛膏 哎呀 我把它倒出来了 这单手拿开嘛 好不方便了 然后这个也是lacone的 这个是lacone的 当时也是买了一套的里边 它有个化妆包 然后这一套是送的 送的 这个也是 这个是 这个是这个一套的 这个是这个是一套的 这个是 那个收缩水 收缩水 以前呢 我有的是像sample啊 我从来都不要的 就是 不是不要 就是sample 我拿回来 我都很少用 我就会送给朋友啊 什么的 但是后来呢 后来呢 我认识个朋友 他们就说 sample里边都是精华呀 因为他他sample 给客人用完了之后 人家才回来买嘛 所以sample里边的 全部都是精华 就是 就质量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 所以 所以你如果你有可能的话 你宁愿全部用sample 也比 也比用 也比你用大瓶的更好 所以我就是 现在我就小 上sample都留着 我就不把它 就不送人了 这是 Elizabeth Adam 这是Elizabeth Adam 那是那个 那个那个 i cream 也是i cream 这是眼霜 也是眼霜 你看这都是小小的 这是平时买东西的时候 人家赠送的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这个是这一套的 所以以前 我都是会把这些东西送给朋友了 就不要了 但是 他们都说sample非常好 让我留着 那我就现在留着了 我现在不是正在极简主义吗 正省钱呢 我就逛着 我这些化妆品呢 就够我用 就用很久了 我在想 等我把这些全部用完了 哇 我这一年省好多钱来 以前也不知道干嘛 就整天买啊 买啊买啊 那这个就是我 就是目前为止 哦对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这这个 还有一盒了 这一盒就是 我都是装那些 就是新的 我还没有用的 spare的 spare的 就是还没有用的 这个 这个 也是在网上 当时 有人介绍 这个品牌 当时也是神经病 买了之后呢 他上面就讲 那种 里边有一种cream呢 夸张到 就是老人家那个蚊啊 很很 很深很深的 擦上去之后呢 就和botox一样 打就像剥尿酸一样 打完之后 就脸就是变直了 我也没到期了 把手神经病 我买了干嘛 我就看到人家 打广告 我就买了 然后就 这就是那个 这就是好像是那个cream 但是我也不敢用 好像特别强 拿去给我妈用 我妈说太强了 不能 不太 不太适合用 这个呢 也是好像一系列的 也是 也是一系列 这个 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长眼睫毛的 看到了吗 这是 眼睫毛 这是 当时我女儿说 她的眼睫毛太短了 然后我就上网给她找 找到这个是长眼睫毛的 你擦上去之后 天天擦天天擦 就会长眼睫毛 那个 我当时 我买了两支 她那支 我给她了 也不知道她有没有用 所以是很神奇的 这东西 它是长眼睫毛的 你见过吗 这是长眼睫毛 你看我这是 什么都有 这是长眼睫毛的 然后这个呢 就是 维他命E cream 是另外一种 维他命E cream 有一段时间 特别流行 这个维他命E cream 就买一大堆 然后 这个啥 这个是 makeup 啊 这个呢 就是 这个呢 是什么呢 就是 如果你在脸上 某一个地方 比如说 你先滑坏了 你又不能 大面积的卸妆 就会用这个 spot makeup 好像是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 局部卸妆 局部卸妆的笔 局部卸妆笔 韩国的 这个是韩国的 对 对 这是卸妆的 然后 快速 局部小的 卸妆的 这是 买后来还没用的 这就是我说 那个在日本买 那个有药材味的 那个护手霜 特别好用 这个超级好用 这大支的 我买了 当时买了好几支 这个也是 刚才我说 那个是神经病 那个是一系列的 一系列的 这个 然后 这个 这个就是我跟你说的 当时想说的 这个 Dr. Lavin Dr. Lavin 的 这个 眼霜 这个 eye cream 特别特别好用 我有拆开一支 还没有用完 这是我的 spare 当时我去买 我去买 那个 买的时候 特别好 就是我就当时买了两支 你看 这是购物狂的 行为 一买买两支 就是这种 你看到好 就买两支 我那支还没用完呢 但这个 这个 eye cream 特别特别好用 你看一下 anti-aging eye cream 这个 这个eye cream 真的非常好用 OK 然后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是脚后根 就是脚后根 粗粗的那种 我的脚还好了 当时 买给 买来用 也不是 也不是说 很严重那种 擦完了 你就扔了 就忘了 这个好像还没开放吧 还没开放吧 然后这个就是 我说的 也是 就是这个 这个blackmore 是澳洲很出名 这个vitamin E cream 什么 他们说 范冰冰都用的 vitamin E cream 说擦完之后 上妆 特别容易上妆 我倒不觉得了 不过 想一想去 vitamin E 怎么对皮肤都好的 所以说也是 买了两支 一支用了一半 一支在这 用了一半 这支还没开放 你看到了吗 这支购物狂行为 一买买两支 所以我现在 我光说 我光把这些东西 都排个用完它 当然坚持在 保质期以内了 别到时候说过期了 在保质期以内 用完它了 OK Next 这个呢 也是 我特别喜欢买一些 就是 稀奇 稀奇古怪的东西 这是fashion type 就是你可以贴的 你穿衬衫啊 比方有的时候衬衫 你胸太大会露出来 然后这种贴上去呢 你的衣服就不会露 然后呢 还有就是 你要是你穿裙子呀 你怕曝光啊 你就把这个贴在衣服上 和你的贴在肉上 就贴这个 就是 你看我买回来 也是 就觉得好奇嘛 就觉得 挺不错 挺好的 然后我有时候穿衫衫 也会 夏天嘛 穿衫衫 有时候会露缝 什么的 拿回来贴 就这个 然后 这个 这个 这个是什么 啊 这就是 这个是贴在那个 那个高跟鞋后面的 拿这个是磨角的 抗菌 就是磨角的 这都是 这是日本的 这个 这是在日本买的 这个是在哪买的 这个也是磨角的嘛 贴在后面 以防磨角的 看我这是买回来 存货的呀 我今天要是不拍这个 我都忘了 我还买的这个东西 就买回来 这存货呢 就是我 我一般就这个盒子 还有这个盒子 这都是放 我这平时 这是备用的 就是不经常用的 化妆品 我这 我这还有呢 我 但是我不知道塞哪 我还要找 今天就被大家介绍 到这里了 这就是我的 一部分的 收集品 所以说 这就是为什么 让我就觉得 从购物狂 变成 极简主义者 我觉得真的是 需要极简呢 你看 太多东西了 一个人怎么可能 会用得了 这么多东西呢 所以现在 我还是绝对 绝对提倡 是极简主义者 OK 今天介绍到这里了 大家拜拜